后面这一部分就是影像学里面最复杂的 也就是我们需要跟临床病理相对应来说的 经过场景对照这种影像就是有这种病理的改变 所以我们对这个诊断就是既要看这个影像学的改变 又要复习到病理的改变 在这个异常改变里面肺炎里面有一个是片状影 片状影主要是肾出性病灶 调索状影主要是纤维状病灶 还有空洞空腔节节肿块 钙化病灶是比较局限的改变 而弥漫性改变的是包括双肺弥漫性疏离病变 双肺网状病变 所以这个大体上就这个结构 我们下面就比较细的就从每一种的改变 它可以出现什么病理情况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一个局限的片状影 片状影可以表现为斑片状 小片状或者是大片状改变 它包括了肾出跟食变两种状态 它的病理过程就是被抛里面的气体 被渗出液细胞代替的过程 在肺炎被肿瘤出血的时候 都可以被抛气体被这些病理组织代替 但是肾出呢 是引起食变的一个直接原因 但是食变跟肾出是不相等的 因为食变是肺炮里面的气体 完全被病理性的液体或者是组织 完全代替了 肾出没有完全代替的时候 它表现就多种多样了 最轻微的就是部分 很少部分被打击的 只有圆着臂来分布的 就出现磨砂玻璃样的证出了 这磨砂玻璃影跟磨砂玻璃影 都是同一概念 因为这个磨砂玻璃影 在肺出血的时候 肺炮出血的时候可以出现 在肺水肿的时候可以出现 在比较轻微的炎症的时候 也可以出现 所以看到这个怎么找出 这个磨砂玻璃影是一个最考人的 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数字化照片里面 最头痛一个问题是经常会被软件给消掉 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这一部分 在传统的直接胶片照片的话 这个磨砂玻璃影还是看得非常清楚 但在数字化照片的时候 这磨砂玻璃影有的时候会被消掉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怎么来判断这个病变的时候 磨砂玻璃影我既要在上面演示瓶片的表现 又要给你们看最清楚的 就在CT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磨砂玻璃影是什么情况 一般来说 这一线是看到斑片影 匀续状 它是胜出呢 是由小片到大片状的融合 里面有一个真相 就是大片状的石变影 或者胜出影里面 可以看到支气管的 比较透亮的影 这个支气管气象 这支气管气象这个名称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在那个名字解释 或者是让你们指出这个描述的时候 都往往会提到这个支气管气象 因为支气管气象表示这个支气管还是通畅的 说明它没有出现必塞 在病变里面 也就是我们到底看这个病变 是不是肿瘤引起的 往往有支气管气象的话 出现这个肿瘤几率相对会少一点 一旦出现这个 我们考虑是炎症会更加多一点 这支气管气象对 无论对考试也好 对于我们临床实际工作来讲都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又中叶 十变 水平列的位置还在这里 右中叶是大片状三角形的 异度增高 这是右肺的胜出病照 上下肺部分已经出现十变了 左侧 所以看照片就是左右对照 上下对照 就这样了 左边的肺纹理是正常 右边是肺纹理 这不正常 增多增出 而且是有肺炎里面渗出 这些大片状的 这个跟刚才那个比就 没那么好看 你们看这个 这一片就是左上肺的病变 它的描述是左中肺炎 你看第二肺下缘跟第四肺的上缘 这是中肺炎 中外带都有的片状影 你们描述就以肺炎的中外带 这样描述 左中肺炎的中外带 这有淡泊的片状影 这个磨砂玻璃影呢 就是它的透过这个片状影 还可以看到肺纹理的调缩影 就是磨砂玻璃影 而肺炎十遍 你是看不到肺纹理的 就像刚才这个上面一张 你这肺纹理就融合在这个肺炎 跟十遍里面去了 你是看不到的 这是密度高的 这个磨砂玻璃影呢 是透过这个片状影 还可以看到肺纹理 这是磨砂玻璃 这样的密度 这是右上叶的 右上肺炎的 中上肺炎这里 大片状影 即将在侧位片上 是靠近后面 那这是右下肺的肺断了 这阶段性的肺炎 它这个是位置呢 应该是在斜裂的后面 就不是右上页的后端了 斜裂后面的话 又上页 这是右下肺的肺断了 这个部分实变 我们看这个在C上面 这个就是 阶段性的胜出 这是片状的胜出 这是有阶段性的 实变 阶段性肺炎 你看这磨砂玻璃影 就相当于 这个比较淡的 透过这个肺纹理 还可以看到 它的密度增高 这是磨砂玻璃影 这个是实变的 你看到这里 是找不到肺纹理的了 而这个就看到 织气管气象 在实变里面 看到这个织气管 复兴的影 就是比较低的密 这就是织气管气象了 这个慢性延伸 跟刚才那个有不一样 因为它的边缘是 比较僵硬的 比较清晰的 中间密度比较高的 这就是慢性延伸的 一改变 它密度可以不均匀 但是相对来说 它周边的边缘 是比较清晰的 也就是周围的胜出 已经吸收差不多了 中间就出现 纤维组织的增生 就这一个愈合的过程 就是慢性延伸 另外一个是调状影 调状影通常是 一个是 病变吸收的后移 还有一个是 病变的进展 这种病变进展 是肿瘤 向周围延伸的一个 因为肺癌里面 含有 橙纤维母细胞 所以造成了周围 成纤维母细胞 生成纤维组织 就形成这所谓的 毛刺 调索影 这就是肿瘤 蔓延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 肺癌通过淋巴管 向肺门引流的 形成一个调索影 这一条一条变比较清晰的 这个影子 一个是病变后移的 炎正吸收以后的纤维化 一个还是肿瘤的 这纤维修复呢 是在 病变的白细胞 被 纤维组织代替 以后形成一过程 因为白细胞 它包括聚细细胞啊 或者聚细胞 它进到那个肺泡里面去 它都可以演变成 最后演变成纤维织细胞 这白细胞 它在这演变过程里面 就形成一个斑痕 形成一个吸收 修复的过程 无论在结合 还是在这个 慢性炎症里面 都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 结底组织病 肩肢是病病 这种纤维调索 还是比较多的 在这个肋肩细里面 看到这调索 这种影子 就是纤维罩 边比较清晰的 比较局限的 就在这里 这是大片状的纤维罩 在心里上面 看着局限性纤维化 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你看这个调索状影 这是星芒状的 描述是这样的 边缘轻 僵硬 调索状影 这一个是纤维组织 形成一个像星芒状 像一个小星星的 一样改变 这是调索状影 你看局限纤维化 在吸气上面灌着成像 就看这个 像三角形一样改变 有的是调索状的改变 就这些了 又上飞这个调索 就是他的这个横端面的位置 大概相当于在这里的层面 扫过来 所以看得到这个调索影 看不到外面的片状影 在横端面 就是看得到这个调索 另外一个 就是空洞跟空枪 这真相呢 是应该说是 一个是有肺组织的破坏 一个是肺组织没有破坏 这空洞呢 是由肺组织坏死以后 它通过液化 然后再通过自己往排空了 就剩下那个就是空洞 它的洞壁是由若瓦组织 或者是肿瘤组织 组成的 周围也可以有薄层的肺组织 而空洞呢 就是一个病理性的 这个枪系扩大 包括这个肺道泡 这一类的非壁 它是由肺组织组成的 周围是有 可能有肺组织 这样的结构 这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有肺组织的坏事 一个是没有肺组织的坏事 这空洞呢 是包括无壁的空洞 薄壁空洞 后壁空洞 没有壁的空洞呢 我们是看不到它周围的完整的地 它表示呢 往往这种呢 病变是坏死得非常凶猛 肺炎里面有大小形态不一的扣量区 还没来得及形成这个肉瓦组织 在壁上形成 所以叫无壁空洞 有壁的话 往往是有肉瓦组织形成了 比较薄壁的话 就是以三毫米为界 所以这个到底薄壁还是厚壁 就以它的厚度来分的 这个三毫米就是一个分界 厚壁空洞是壁超过三毫米以上 往往这种的是慢性脓肿啊 还有这个肿瘤啊都可以 空腔呢 一般是壁是非常薄的 周围没有死变 这从实际上空洞呢 是在干涝性肺结核是非常多见的 干涝性肺结核就是 以前有个名称叫跑马劳 也就是有高烧发热的这种肺结核病人 非常容易死 你跑个马回来他就死掉了 是叫跑马劳 这个是右上肺的干涝性肺炎病人 你看这里面 看到有些空洞 在十遍影里面 看到大小不一的 没有肺纹理的透亮影 这是从实样空洞 这也是干涝性肺炎 看到这些没有壁的空洞 形态不一的 这个还有中下肺的肢管扩张 合并了肢管波散 因为这个上肺的肢管 通过中间的肢管 然后跑到下肺肢管 这是里面有空洞形成以后 它结核菌从上面流注到下面去了 所以形成了肢管波散这个情况 肝脑性肺炎 或者激发性肺结核里面 进院型 都可以造成这种 上肺有病灶 中下肺也可以找到病灶 这是病变的进展的一个直接真相 薄壁空洞呢 相对来说它的壁就非常薄了 小于三毫米 一般没有叶平在肺结核的后期就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这个壁比较薄的 这事也是比较薄壁 里面没有叶平了 因为它已经吸收好转了 你看这个完整的壁 你们顺着我这个鼠标的指示 在后面17克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指一指 这些我到时再给大家看 你看在信息上面 这薄壁空洞是非常清晰的 这些 后壁空洞呢 那一般是厚度超过三毫米以上 壁可以光滑也可以凹凸不停的 里面可以有液气平面 你看这个是 右下肺 背段这里 描述的话在平面上面 就是右中肺也 这有个团坏也 里面有个空洞 壁厚薄不均 部分是超过三毫米以上 你看这个 有一部分是比较薄的 但是主要的部分还是比较厚的 在液气平面都看得到了 你看这个 下面 像一个水平面上 我们描述就是液气平面 我们在海里面看海 就是海平面 这里就描述是液气平面 右中叶还有个不张 你们注意到这个 在测味片上看到这个右中叶不张 下肺 被断的并造在这里 然后右中叶还出现个不张 三角形的 在这正位片上 这中叶不张就是三角形在这里 这是空洞 后壁空洞 你们看这个是 结合性的后壁空洞 内壁凹凸不平 这是一个肺癌的后壁空洞 必可以不均匀的强化 里面是形状是非常怪的 你们看这个好像有分隔一样 这个就是肺癌坏死以后 中间有组织排空 但有一些部分又生长起来了 排空又生长 所以造成了它内壁是凹凸不平的 你看这个也是 周围比较多的并造 中间这个空洞 我们看到底是 这个是怎么来区分 这是结合性空洞还是癌性空洞 那你们注意一下周围的这个情况就行了 周围比较多并造的 一般是结合性空洞 你看周围非常多的小点状 心芒状 小节节调手上这种卫星病状 另外一个是空腔 空腔是病理性扩大的 包括肺大炮 含气肺气囊 壁是比较薄 你看这个肺大炮 周围是这里是 臂稍微厚一点点而已 其他都是非常非薄的 薄的就像一条线一样的改变 这里是没有肺纹理的 这是一个肺大炮 在CD上面肺大炮呢 也是刚才都看过了 所以这个改变呢 跟肺大 肺气肿合并在一起的肺大炮 我们看这个 双车的肺大炮 就这种情形 这是一个空洞跟空腔 空洞里面看到还有肿块 这个肿块呢 是一个结合 空洞里面的真菌球 就是结合了 它在合并一个真菌 这是一个志愿扩张的 这几个 你看肺癌里面的后壁空洞 这支扩引起的肺气囊 还有这个是肺结合 合并的曲针球 好 现在先下课 出席了 这支扩引起的肺气囊 这支扩引起的肺气囊 是一支扩引起的肺气囊 是一支扩引起的肺气囊